男主最不受宠的那几年,我为他出生入死 他登基后,却只封我做了莫等答应,还警告我 你身份低贱,不要肖想不属于自己的位分 他的白月光也嘲讽我 你说你可不可怜,下这么大血本,都迎不来皇上的偏爱 我就不一样了,什么都不用做,皇上就天天宠着我 我面上痛苦,实则心里没一点感觉 他们不知道,我只是被迫绑定了系统 只有为男主受满一百次伤,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 而现在,我已经为他受伤九十九次了 方秋莹的生日宴,洛文景召了我们所有人去给他庆贺 宴会开始前,他走上高台坐下 见方秋莹没跟上来,宠溺地朝他招招手 阿盈,来阵身边坐 方秋莹似乎就等这句话了 文言立马迎迎一拜,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推辞道 皇上身边是后卫,臣妾坐上去不合适,要不还是姐姐坐吧 方秋莹说着,台眸看了我一眼 洛文景也跟着看过来 只一眼,眉头变皱得厉害 他怎么就合适了 皇上登基前,只有姐姐一人相伴 姐姐的地位自然非同寻常 如今后卫空悬,不就是留给姐姐的吗 空气里默了默 紧接着,人人都听见了一声轻痴 将连身份低贱 阵封他为答应已经是人之意尽 怎么可能立他为后 他说着,又朝方秋莹招招手 今日是你生辰 如今后宫平非礼 你位分又最高 今日你若坐不得这个位置 那便没人能坐了 快快上来,来阵身边 方秋莹本就是故意给我找难堪 目的达到了,他也不再推脱 喜笑颜开地朝高台上走去 甜蜜蜜地喊了声皇上 民代臣妾真好 洛文景受用地刮了刮他的鼻子 方秋莹立马害羞地朝他怀里钻 下面众人全都眼关鼻 鼻关心,不敢吭声 自然也没人看见 方秋莹冲我得意 又挑衅地抬了抬眼 说实话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耍这种把戏了 方秋莹和其他人一样 觉得我陪洛文景度过了最艰苦的几年 在他心里多少是有些不一样的 所以才一直打压我 可惜他不知道 正是因为我陪洛文景出生入死 在他看来 这种付出反而跟吃饭喝水一样寻常 反倒是许多年前他不得宠时 被几个皇子赶到猎场当火靶子 路过的方秋莹丢给他半只烤熟的鹿腿 成了他记忆里弥足珍贵的月光 半只鹿腿顶我为他受99次伤 多可笑啊 我正子朝着 忽然听见洛文景抬高声梁喊我 江莲 爱莹跟你说话呢 你装聋作哑什么 我抬头就看见方秋莹一脸委屈的埋在他怀里 定是臣妾坐了这个位置 姐姐不高兴了 才故意不理我 洛文景的脸更黑了 江莲 不要肖想不属于你的东西 爱莹想吃你做的冰酥烙 你速速去小厨房坐来 这么多年 在系统的折磨下 我对她的要求早已变得麻木 文言也只是平静地站起来往外走 方秋莹此时又怯怯地开口 独乐乐不如种乐乐 姐姐既然都去做了 不如给在座各位都端一碗呢 我脚步微顿 洛文景已经替我做出决定 不过顺手的是 听见了吗 江莲 小厨房里我切着花瓣 心不在焉 忽然 刀锋在指尖擦过 我敏锐地察觉到渗出了血 几乎条件反射地把手指凑到眼前 一秒 两秒 终于有鲜红的液体渗出 我一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 迫不及待地呼唤系统 丁苏唠是洛文景让我做的 我这算不算为他受递 刺伤了 我问完 就忐忑地等着答案 时间仿佛被拉成了无限长的细线 半晌 系统讥讽的声音才在我脑海里响起 当然不算 切个东西都能受伤 这只能算你蠢 我跳动的心慢慢沉了下来 虽然失落 但并不至于崩溃 几年下来 我早就习惯系统的冷嘲热讽 从绑定我的那一刻起 他似乎就看我急不顺眼 这么久以来 其实我早就为洛文景受够了 刺伤 可系统在判定的时候 总是像今天这样 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为我计数 他给出的原因有很多 故意受伤不算 不流血不算 疼度不够不算 总之 想要达到他的标准 我必定要遭一番罪 刚开始 我还试图跟他理论 可几次非人的折磨后 我逐渐明白 只要系统在我身体里一天 他就是刀阻 我就是鱼肉 我根本没法反抗他 说实话 如果不是想回家的念头太过强烈 我或许早就撑不下去了 方秋莹虽然口口声声说 想吃我做的冰酥烙 可我真的给他端上去后 他用勺子随手戳了戳 就丢到一边 又跟洛文景腻歪去了 转眼到了晚上 不得不说 如今洛文景对方秋莹 还真是实打实地偏爱 当晚 为了讨他开心 洛文景又命人在城楼上 摆了一排烟花 他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只揽着方秋莹的腰 站在那些火树营花间 两人携手一威 我和其他嫔妃 就兴致缺缺地站在下面 看着他们的背影 某一瞬间 我忽然有些不合时宜地 想起小时候过年 妈妈抱着我去点烟花碾子 那真是我生命里 为数不多的好时光 我正默默怀念着 忽然注意到 城楼角落里 似乎不太对劲 刚才那朵烟花飞天时 好像把炮筒给炸歪了 而那个筒口 现在正好对着洛文景的方向 想到这儿 我几乎下意识地提起裙摆 不顾一切地往城楼上冲 小太监在后面 娘娘娘娘地喊 可他根本拦不住我 我耳边都是风声 余光里 似乎有什么越来越亮 终于 在亮光即将着陆的前一秒 我用力推开了方秋莹 然后死死地压在洛文景身上 耳边有巨大的声响炸开 我的身后猛然一痛 不知哪里有人惊呼 救驾 赶紧救驾啊 这时 一堆人才手忙脚乱地去扶炮筒 一片混乱里 洛文景后之后绝地反应过来 立马把我掀开 爱莹 爱莹你不要紧吧 方秋莹刚被我推到了一边 此刻正歪在地上 泪眼汪汪 臣妾的脚好像崴了 江莲 看你干的好事 洛文景回头训斥我 然后一把抱起地上的方秋莹 快速朝城楼下走 一边走一边大喊 太一 宣太一 我身上本就疼 被洛文景用力推开后 更像散架了一样 可我却露出了久违的笑 因为我能确定 我身上绝对被炸伤了 并且伤得不轻 系统 这回我算不算为 他受了地 刺伤 系统沉默了一会儿 才不情不愿地倒 算 那快点送我回家 我挣扎着 从地上爬起来 我做到了 你也要说话算话 系统嘟闹了两声 现在还不行 我愣住了 沸腾的血 也在一瞬间冷却了 你什么意思 现在脱离世界 也要三十天冷静期 要是三十天后 你还是想回家 我才能放你离开 苦涩掺杂着疲惫 一时间 竟让我有种脱离的感觉 为什么 为什么还要等三十天 系统见我沉默 又道 我这都是为你好 你别不领情 你想想 你在这里 可是皇帝的妃子 有那么多人伺候你 天天锦衣玉食的 但你要回去了 是不是只能过苦日子 而且皇帝是你第一个男人 你都为他付出这么多了 怎么舍得随便离开呢 别说了 我打断他 我为洛文景付出的一切 都是为了离开 系统噎了噎 沉默的就跟掉线了一样 我想 有些事 我必须提前跟他说清楚 我可以等三十天 但三十天后 你必须遵守诺言 放我回家 系统默了默 你现在太冲动了 冷静三十天再说吧 夏天的衣衫单薄 我的手臂和后背 炸伤了一片 涂了药后 也只能趴在床上养伤 寝宫偏僻 我又不得宠 一连几天 都没人来看我 但我却无比自在 最好这三十天 都别有人来烦我 到时间了 我直接离开 我在心里默默想 只可惜 天不遂人愿的真理 亘古不变 几乎在我心里 冒出这个念头的瞬间 外面就传来了脚步声 方秋莹 居然成了第一个看我的人 我动不了 也不想跟她斗嘴 只默默把头转向理侧 不去看她 方秋莹也不恼 或者说她 原本也只是来炫耀的 根本不在意 我回不回应 我原以为 姐姐一路陪皇上逃难 夺敌 在皇上心里 应该举足轻重才对 就连她最初封你为答应 我也猜她是不是为了保护你 如今看来 我真是想多了 哈哈 方秋莹眼纯笑得厉害 你说你可不可怜 下这么大血本 都迎不来皇上的偏爱 我就不一样了 什么都不用做 皇上就天天宠着我 我转头看她 视线忽然掠过她的头顶 轻轻喊了声 皇上 你怎么来了 方秋莹脸上的得意 跟古旧城墙上的壁画一样脱落 她惊慌失措地跪在地上 臣妾失言 还请皇上恕罪 半嗓无声 方秋莹小心翼翼地抬头 房间里哪有洛文景的影子 你耍我 她立马从地上起身 我只是觉得你太吵闹 想让你闭嘴 我实话实说 方秋莹却彻底恼了 她滔滔不绝地冲我发泄 你算什么东西 瞧瞧你现在的样子 别说皇上了 我瞧着都恶心 我要是你 直接找根绳子吊死算了 下贱的东西 半嗓 我的视线又掠过她头顶 轻轻喊了声皇上 哪有什么皇上 你这个小贱人 还敢骗我 方秋莹怒不可遏 只是 这回 一声干壳自她身后响起 爱莹 你来将联这做什么 方秋莹的脸又白了 她在洛文景面前向来都是温柔小意 轻声细语的 何时露出过这幅咄咄逼人的丑态 方秋莹越慌越忙 越忙越乱 最后显然找不到好借口了 只能说自己头疼 匆匆顿走 从长记忆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洛文景两人 她皱眉沉思半天 不知道在想什么 许久 久到我以为她不会说什么了 她才犹豫开口 迎非与你 算了 先不说这个 朕昨夜做了个梦 洛文景看了我一眼 神色变得有些古怪 她说你要离开了 但只要朕挽留 你一定会留下 江连 朕记得你没有什么亲人吧 这梦境也是离奇 你还能去哪里 我心头一顿 马上就能回家了 我可不想结外生枝 只是个梦罢了 皇上何时信这些了 那你没偷偷计划什么吧 皇上多虑了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洛文景似乎输了口气 然后又恢复了往日 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没计划什么最好 江连 朕并不是一个不念旧情的人 朕知道你对朕一往情深 也记得你为朕受过的伤 念在这些事情上 只要你老实 朕日后一定赏你一个孩子 保你此生衣食无忧 我在心里嘲讽冷笑 嘴上却如常道谢 那就多谢皇上了 洛文景满意走后 我立马呼叫系统 是你跟他说的那些话吗 系统有些心虚 是又怎样 你不要再做这些没意义的事情了 不管他挽不挽留 我都不可能留下来 我要回家 你能听懂吗 我要回家 不知为何 系统忽然有些气急败坏 你干嘛总想着回家 哪有女人抛弃自己的丈夫的 况且 我不是明确告诉过你吗 这么多女人里 她对你的爱才是最多的 只是她自己还没意识到 你应该努力唤醒 她沉睡的爱 而不是天天自暴自弃地想离开 我听着系统喋喋不休 心里困惑极了 为什么你总是偏袒她 或者说 为什么你总想把我困在这里 系统的语气似乎有些慌乱 她像是为了掩饰什么一样 赶紧的 我哪想把你困在这里了 你不觉得她很可怜吗 没有人真心爱她 方秋莹讨好她 也只是因为她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我就不可怜了吗 我才刚上大学 就被你带来这里 你这种行为跟拐卖有什么区别 拐卖 什么叫拐卖 洛文景是男主 你就是个普通人 没有我 你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跟男主谈恋爱 我选你是你的荣幸 我忽然觉得 自己就像在对牛弹琴 累极了 一句话也不想说了 只要我能回家就行了 我又掰着手指头过了许多个日夜 终于 据我离开 只剩下三天了 为了防止系统变卦 我特地提前确认了 从哪离开 具体什么时间离开 估计是有规则约束 系统只能不情不愿地告诉我 但转头就骂我鱼木脑袋 不可救药 离我脱离这个世界的时间越近 它好像越来越焦躁了 可不管它威逼利诱 劝解还是咒骂 我都不为所动 转眼 只剩下最后一天 这天 我刚睁眼 就赶紧坐到了寝宫里的水井旁边 今晚零点 这里将是我唯一离开的通道 系统剑劝不动我 一直在我脑海里骂骂咧咧 我懒得理它 全当听不见 天色越来越暗 不知何时起 系统忽然默不作声了 我不知道 它又去憋什么坏水了 我也不想管这么多 我的心脏越跳越快 毫不夸张地说 我甚至能听见 砰砰如肋骨的响声 还有细碎的脚步声 等等 我愣住了 哪来的脚步声 反应过来的 我赶紧站起来 而几乎同一时刻 外面传来奸细刺耳的通报 皇上驾到 我看着自己锁上的门 不知何时打开了 洛文景信部从外走进来 他见我站在井边 神色一时又有些古怪 你来做什么 我戒备地看他 从相识到现在 我从未对他这样无理过 洛文景的眉头 几乎瞬间皱了起来 旁白的小太监赶紧解释 娘娘 皇上今晚翻了您的牌子 您赶紧准备试琴啊 试琴 我耳边嗡嗡几声 跟有人冲着太阳雪垂下似的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为了不让洛文景 坏了我的大事 我只能尽量语气如常地 劝他去方蚯蚓那 臣妾月时刚来 实在没法事情 谁知道 洛文景的眼神更复杂了 正来时刚查过 你上回月 视剧今天还不足半月 将联 为何要撒谎 你忘了 七君乃死罪一条吗 我既紧张又着急 一时有些语色 洛文景却缓步走到我身边 朝井口扫了一眼 店里这么大位置 你一直站在井边干什么 臣妾在 在看月亮 我脑袋转得飞快 我只有今晚这唯一一次机会 无论如何 我都要稳住洛文景 不能让他起疑 空气里默了默 洛文景又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看月亮 为何不看天上 一直仰着脖子 太累了 好 那朕就陪你看看月亮 洛文景说完 站得离井口越发近 垂眸盯着里面 不发一言 我不知道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能戒备地死掐着指尖 忽然 洛文景朝后招了招手 不远处两个侍卫立马冲了过来 怎么了皇上 风景 是 起初我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直到两个侍卫开始掘土往井口丢 我才着急地冲过去 试图拦住他们 可洛文景却像早撩到一样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暮色沉沉地警告我 这是做什么 江长寨 当 心 洛 水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指着井口 恨不得破口大骂 又害怕把洛文景惹恼了 直接被拖去冷宫 丧失这唯一的机会 到底该怎么办 我的后背都快焊透了 以往这时 系统早就开始嘲笑我了 等等 系统 我忽然想到什么 最不想让我离开的 就是他 上次为了阻止我 他还潜入了洛文景的梦 这回一定也是他搞的鬼 想到这儿 我几乎立马在脑海里大声喊他 可不管我说什么 系统一概不予理睬 是了 就是他了 眼看抛进井口的土越来越多 我知道不能再等了 索性心一横 大喊出声 皇上 是不是有个奇怪的声音 让你这么做 那是邪碎 你若是信了他的话 一定会伤及国运啊 洛文景终于分给我一个眼神 开弓没有回头见 我只能放低姿态 朝他跪了下来 臣妾一直没说 就是怕皇上忧心 其实这邪碎先找上的是我 我告诉洛文景 这邪碎一直引诱 我把井填上 还说这样他就能出来 届时天下一定会大乱 但臣妾如此深爱皇上 怎么可能眼睁睁 看着这种事情发生 我边说边流泪 我必须要赌一把 规则既然限制我说出真相 那谁有八九也会限制系统 那么从这一层面来说 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都是煽风点火 只不过看谁能煽过谁罢了 我说完后 洛文景肉眼可见地犹豫起来 我猜测系统此刻一定在跟他说话 为了不让他占优势 我继续边哭边道 皇上 这些都是臣妾的肺腑之言啊 臣妾心甘情愿为你受了那么多伤 难道还不能证明自己的真心吗 洛文景似有松动 我立马趁热打铁 凡事不能靠听 要靠看 嘴上说的在天花乱坠也没用 必须有实际行动才能证明 皇上想想 臣妾有多少次不顾生死的保护你 又怎么可能伤害你呢 可那邪碎有什么证据 皇上万万不要被他骗了 伤害了自己 这回 洛文景终于点了头 这倒是真的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 在我脑海里 煎末许久的系统炸开了锅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看来 我赌对了 系统暴跳如雷 对着我又是怒骂 又是嘲讽 但我就学着他刚才的样子 一切只荡耳旁风 洛文景不再让人填土 只是 看我的眼神依旧怀疑 那个声音 哦不 邪碎 为何一直跟朕说 你要走了 这是何意 皇上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一切都是他的计谋罢了 臣妾对皇上用情至深 八步的每时每刻都能看见皇上 皇上不敢臣妾走 臣妾怎么舍得离开 洛文景闻言 估计是想起了那些 我冒死保护他的场面 脸色也逐渐缓和起来 倒也是这个道理 我害怕克制不住的嘲讽和厌恶 会一不小心从眼神里跑出来 只能用力捶着头 挡去一切情绪 系统此刻还在无能狂怒 为了防止他继续煽风点火 害我错过离开的时间 我先一步使了一招 以退为进 我主动提出 让所有人都在这等着 看看邪碎究竟想耍什么花招 洛文景点了点头 于是 立马有人理 三层外三层的将他围起来 而我就跟以往每一次那样 站在他身侧 随时等着冲出去保护他 时间转眼而过 终于到了我一直期待的零点 一切似乎都发生在一瞬间 不知哪里迸射出一道耀眼的白光 将整个井口都笼罩在内 有了邪碎这一说 所有人都瑟疏着 不敢上前 而我强压住肋骨般的心跳 拍了拍洛文景的手 皇上 臣妾替你去看看 系统不管不顾的尖叫起来 别让他去 他想跑啊 拦住他 过了这 秒就好了 洛文景大概被吵得头疼 烦躁地揉了揉耳阔 而我则故作淡定地 朝他笑笑 皇上英明 这邪碎的话 半个字都不能信 我说着又要去看那白光 然而刚走出半步 却被洛文景扯住衣袖 你 他的目光里 少见地带了思丹忧 我强忍着不耐烦 笑得越发温柔 皇上放心 臣妾命大着呢 何曾出过事 就让臣妾去揭开 那邪碎的真面目吧 洛文景没动 我竭力克制住颤抖 继续往前走 一步又一步 刚走出人群 我就飞奔起来 洛文景终于察觉出不对劲 大喊着让侍卫抓住我 可最终 他们也只来得及扯下我一片裙脚 身后一片嘈杂 我冲着井口猛然跳下 我并没有沉下去 白光在接触到我的身体后 就逐渐凝结成一个透明的圆球 包裹着我缓缓上升 我看着自己的指尖 变得越来越透明 然后是小臂 身体 洛文景的眼神无比慌乱 她的手一次次从透明球体里穿过 却什么也没触摸到 这是怎么回事 江莲 你不是说永远不会离开阵吗 我想大笑 想嘲讽 想把所有的屈辱和愤怒 都变成咒骂还给她 可或许是还没完全脱离 这个世界的缘故 我依旧没办法说出真相 恶毒的规则制定者 让我所有话都湮灭在猴头 最终 只能发出一声跟以往一样的 我爱你 多恶心的规则呀 每一次想说出真相 却只能违心地表白 亮光里 我的身形接近消散 洛文景越发崩溃起来 朕知道 朕明白你的心意 你先别说这些了 你告诉朕 是不是邪碎在搞鬼 朕该怎么揪你 江莲 我闭着眼 听着令人厌烦的声音越来越远 无声地翻了个白眼 你知道个屁 臭傻逼 现实世界 醒来后 我在宿舍的床上待坐了很久 我没想到 内外的时间流速居然相差如此之大 我在一世界九死一生 现实世界里 居然才过去了大半天 也幸好 只是大半天 心里跟山崩海啸似的 我正努力平复着 手机忽然疯狂震动起来 这种感觉太陌生 好一会儿 我才伸手接了起来 你还知道接电话啊 我以为你死了呢 对面的声音很冲 赶紧来急救中心 你孙阿姨出事了 哦 我下意识应声 纯粹是因为还没清醒 对面却骤然一愣 好半晌 才嘟囔到 又憋什么坏水呢 答应得这么爽快 上次不还说老死不相往来 他这么一说 我终于后知后觉的想起 这人是谁 这不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吗 当初他伙同初恋 把我妈气死了 桑里还没办完 就火急火燎的 把初恋母女接进了家 从此后 我就没在这个家里 过过一天好日子 尤其是这个继母 天天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 不过也算报应 某天 这女人从超市回来的路上 被一辆卡车撞了 直接成了植物人 再没睁开过眼 那半死不活的状况 不是挺稳定的 还能出什么事 我这样想着 翻身下床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继母已经出气多 进气少了 几个医生围着她做急救 而那个 我甚至不愿称之为父亲的男人 正在外面痛哭流涕 看见我后 她崩溃的冲我发火 你怎么才来 你他妈是不是就盼着你孙阿姨早点死呢 我没理她 不是烦 而是因为 在一片嘈杂声里 我忽然听见了一道若有四五的 无比熟悉的声音 不对 并不是一道声音 还有一道更加没有感情 机械化 公式化的电子音 为了能听清楚点 我猛然推开男人 顺着声音不断往前 直到 死死贴着门边 我听见那声音在哀求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不行 她成功回来了 你就失败了 这是我们一早就说好的事情 那 那能不能一命抵一命 让那个小贱人去死 我再说一遍 她成功回来了 你就失败了 失败的人才会被抹杀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还有个女儿 没了我她怎么办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你为什么要挑中我当系统 我看你就是诚心想让我死 我不选你 你早就死了 可我现在不还是要死吗 这有什么区别 总不给过你机会了 现在的结果是你没用 况且是你自己非要绑定他的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巨大的震惊 像惊涛骇浪一样 几乎将我整个人淹没 我必须撑着墙 才能努力站稳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时常会对那个陌生的声音 产生一种熟悉感 为什么本该中立的系统 会对我有那么大的恶意 为什么他从来就不希望我回来 因为那是我的继母 全天下最讨厌我的人 他巴不得我赶紧死在意识 那天 医生们抢救了很久 还是没把继母抢救过来 男人遵照继母之前的话 偷偷把他的尸体拉回了家 想连夜埋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这是继母最后的愿望 他这人迷信的厉害 生前就总说 火葬会让人灰飞烟灭 他只接受土葬 不过 也是那晚 我把所有能举报的电话都打了一遍 男人喜提刑拘 继母的尸体 也被连夜送往了火葬场 我没法再向死人复仇 但我可以让他永不安息 三年后 我正式毕业 特地去了一个离出生地2000多公里的地方工作 远离了让人恶心的家庭 我的世界也变得豁然开朗起来 急偶尔的时候 我也会想起在意识的事情 每当这时 我下班第一件事 就是冲去超市买柚子叶 然后将全身上下都横扫一遍 去去晦气 受了许多苦后 我的生活好像终于步入了正轨 这天 公司里流感病毒泛滥 我也不幸中招 想着自己抵抗力还不错 我没去医院 只是请了假回家休息 房间里暖洋洋的 我正闭目养神 恍惚坚决地 身下的床 好像沙子一样塌陷起来 我以为自己在做梦 刚想翻个身 巨大的失重感 却骤然袭来 我就像被龙卷风裹斜着的树叶一样 被不知从哪冒出的大力拖拽着下陷 最终 一头摔在了坚硬的木地板上 我正晕头转向 分不清东南西北时 余光瞥见 有人急匆匆地朝我跑来 莲儿 朕终于等到你了 下一秒 她静止从我身体里穿过 这是怎么回事 我听见她大吼 地上立马跪下一群人 皇上恕罪 以沉等目前的本领 只能在皇后娘娘魂魄不稳时 将她短暂召来 我慢慢从过杜炫云的恶心感中缓了过来 环顾四周 终于明白自己这是来了哪里 又是这个鬼地方 又是这些阴魂不散的人 如果目光能杀人 那站在我面前的这些人 一定千疮百孔了 赶紧放我回去 我攥着拳头 几乎咬牙切齿 洛文景见我说话 本来还有些激动 可对上我 只有愤怒的眼神后 她伸向我的手 就那么尴尬地 蹲在了半空中 好半晌 她才试探着问我 莲儿 你不记得朕了吗 是不是那邪碎 对你做了什么 要不你看看四周 再好好想想 这是朕特地按你喜好布置的请殿 朕当初答应过你 一定会封你为后 给你建一座最漂亮的宫殿 这些都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啊 你仔细想想 一定能想起来的 我看着洛文景 因为自我感动 而微微泛红的眼睛 心里只有无穷无尽的反感 这又是在做什么 当初说我身份低贱 封我做个小小的常在 已经是人之一尽 现在 我好不容易忘了这段痛苦的回忆 她又千方百计把我找来 非要封我为后 不会领兵打仗 马后炮倒是挺在行 可能是我眼里的厌恶 实在太不加掩饰了 洛文景只跟我对视了几秒 就烫到似的弹开视线 莲 莲儿 你到底怎么了 你从不会用这样的眼神看着 我实在忍不了了 冷笑道 从来就没有什么邪碎 是我看见你就恶心 赶紧放我回去 洛文景目瞪口呆 她像一个泥塑木雕的假人一样 在原地站了许久 才反应过来 气急败坏地朝身后挥手 生怕被臣子看了笑话 滚 都给朕滚出去 下面跪着的臣子们 头垂得更低 战战兢兢地回答 皇 皇上 臣等若是走了 这阵法维持不住 皇后娘娘也会消失 洛文景的怒火瞬间掩其息鼓 大殿里有片刻沉默 许久后 洛文景才重新看向我 只是那眼神 怎么看 都没了最开始的胜券在握 她问我 是不是邪碎在威胁你 你刚才说话是言不由衷的对吗 你走时明明说爱朕 你知道就为了这句话 朕几乎翻遍了天涯海角吗 我看着她的指尖 又一次从我掌心穿过 赶紧退后几步 离她远点 然后才讽刺道 言不由衷 我那时才是真的言不由衷 谁会爱一个自大狂妄 为了别的女人欺辱自己的人 我又没有受虐倾向 你撒谎 洛文景大吼 你若不爱朕 为何要一次次替朕挡伤 话可以骗人 但行为是骗不了人的 这还是你教朕的道理 呵 我冷笑 如果可以 我恨不得把那些伤千倍万倍的还你 我说完的瞬间 洛文景就像一个被抽掉了竹竿的稻草人般 身形肉眼可见 地尾顿下来 她嘴里喃喃了两声你撒谎 又像猛然想起什么一样 赶紧回头问跪在地上的人 皇后此话是真是假 一众臣子的头恨不得垂进地底 红 红竹未灭 雀 雀实为真 洛文景看了眼店中央燃烧着的红竹 脚底亮呛了两下 浮着边上的柱子才没直接倒下 大殿里是更深的沉默 半晌 她才惨笑出声 是 是了 是朕一直在自欺欺人 那个声音根本不是邪碎 她说的才是真的 撒谎的是你 义无反顾跳进井里 要离开朕的也是你 知道还不放我走 我冷脸看她 洛文景抬眸 眼眶红了一圈 可若是朕想让你留下来呢 她慢慢走向我 一边走一边轻声道 朕那时看着你离开 心都要碎了 如果不是失去一次 朕永远不会发现 朕最在乎的人一直是你 朕不知道 现在把这颗真心捧手相送 你是否还愿意接受 别说这些废话了 我翻了个白眼 你要给就给方秋莹去吧 她最稀罕你这颗烂得流毒的心 大臣们文言 抖如筛康 而洛文景则促起了眉心 她像是想起什么厌恶至极的东西一样 语速极快道 莫要再提那见妇 她把朕骗惨了 我不知道洛文景出于什么目的 跟我说这些事情 她根本不管我想不想听 就在她自顾自地诉说着 方秋莹对她的欺骗 先是让她感动无比的鹿腿 实际上是方秋莹和仆从们考着玩 闲脏不肯吃 偶然看见了那时脏脏低贱的洛文景 便随手丢在地上 赏给了她 甚至将鹿腿丢过来的前一刻 方秋莹还在跟一群仆从嘲笑 这东西丢给咱们府上的狗 狗都不一定吃 但若是丢给某些人 哈哈 洛文景就这样成了一堆人的笑料 可她浑然不知 甚至在此后的若干年里 还在感念着方秋莹对她的好意 后来洛文景登基 方秋莹入宫 洛文景一直以为 她对自己有意 可实际上 方秋莹只是为了给被贬的四皇子传递消息 她要助四皇子重新夺位 可惜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某天她正通风报信时 被洛文景抓个正着 朕那时才知道 她竟从未对朕说过一句实话 甚至早在入宫前 她就和老四暗中苟合了 世起那晚 她也是趁朕没留神 刺破手指 涂抹在帕子上 可怜朕堂堂皇帝 竟被她耍得团团转 洛文景一个人现在回忆的痛苦里 朕早该发现的 那次撞见她冲你发火时 朕就该想到 她没那么简单 朕真后悔 当初竟为了这么个贱负冷落你 不过朕现在 已经把她打入冷宫了 你也别介意了好不好 朕已经知道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但你能为了朕来一次 一定还可以 再来第二次 第三次 只要你能回来 朕一定会好好待你 把你宠成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你想想 不管你去到哪 肯定没有在朕身边 当皇后尊贵快活 对不对 洛文景滔滔不绝地说完 就期待地看着我 我掀了掀唇角 她以为我要松口 神情略带激动 可我只是在她最期待的时刻 狠狠呸了一声 你算什么东西 你以为我很稀罕 当你的皇后吗 洛文景的笑 缓缓将在脸上 她机械地回头 看了眼地上 依旧在摇曳的红烛 忽然有些崩溃 她一脚踢飞蜡烛 大吼着 打翻了手边一切东西 又猛然揪起一个陈子的衣领 见乎歇斯底里的喊道 你们找错了 这不是联 这不是 把那个爱贞的联 给找回来 陈子瑟缩着看她 那 那先把这个娘娘送走 不行 洛文景猛地将人甩在地上 逃一样地夺门而出 我被困住了 不过看店里一群人 冷汗直冒的煎熬模样 我知道 他们困不了 我多久 这些人显然也心知肚明 只是对上我烦躁又厌恶的眼神 他们的神色 也有种说不出的复杂 尤其是为首那人 时不时朝我摇头叹气 某一刻 居然还苦口婆心地劝起我来 娘娘 就当是皇粮一梦 您给皇上留个念想不行吗 他这几年过得真的很苦 他一直没放弃找您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 当初您跳进去的那口井 众人下去寻找都无果 属久隆东 皇上非要 亲自下去看才死心 后来听说普华寺的住持不一般 皇上亲自去求见 可那老和尚修行久了 对俗世众人一视同仁 就是皇上 也得拜满百层十阶 才能见他一面 堂堂九五之尊 竟也真的照做了 就连那天池水 说是能活死人 肉白骨 皇上也不计代价地找来了 还有那些古籍里的镇啊福啊 但凡能试的 皇上全都是了一遍 您以为我们这些三教九流 是如何被聚到一起的 娘娘 若论诚心 再见您这件事上 皇上的所作所为 说是一句精诚所致 今时为开 也不为过了 关我屁事 我越听越烦 你们这群绑架贩 跪舔他 还舔上瘾了 我毫不客气 那人一噎 只得幸幸不再言语 傍晚时 洛文景又来了 他拿着一个匣子 在我面前打开 里面是一根血淋淋的银针 他也不看我的表情 只是自顾自解释 朕想了又想 皆因方秋莹那贱负撒谎 才害得朕一直冤枉你 我们本该有那么多好时光 都因他的阻挠荒废了 所以 朕便缝了他的嘴 我只觉得荒谬 可笑 话是他说的 可偏听偏信的 不是你吗 你为何不割自己的耳朵 朕割了你就会留下吗 当然不会 是啊 洛文景苦笑 因为他的挑拨 你对朕失望至极了 现在也不敢轻易相信朕的真心了 我只觉得烦得厉害 这跟方秋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对你不存在失望这回事 因为我从来就没对你有过希望 我不耐烦地说完 忽然发现自己说话时 好像没有任何阻碍了 我愣了愣 赶紧试探着说出真相 我来这个世界 是因为我继母成了系统 还强行绑定我为宿主 我为了活命 只能顺从地完成他布置的任务 而那些任务就是保护你 你明白吗 我从来就不在乎你 更不会对你感到失望 我不知道骆文景能否听懂 但我实在厌恶他自作多情 强行加戏 不过好在 他似乎捕捉到了重点 所以 你的意思是 连对朕的好 都是你迫不得已 当然 我斩钉截铁 骆文景下意识地往后看 那里是一截重新点燃的蜡烛 红烛未熄 化皆为真 他有些绝望地闭上眼 为何会这样 你好狠的心啊江莲 你这样说 让朕往后怎么办 边上这时有人窃窃提醒 皇上 时辰到了 皇后娘娘可能要走了 骆文景这才深吸一口气 猛然放下挡住眼睛的手 双目星红 恍若低血 红烛只能判断当下的真假 朕更愿意相信 是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改变了你的想法 让你负气 说出忧这些话 你不可能没有爱过朕 更不可能被迫的一次次就朕 江莲 朕很后悔 没有早点珍惜你 不管你信不信 从你走后 朕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这或许就跟吃饭 就寝一样 明明很重要 但在拥有时 却总是习以为常 可人不能不吃饭 也不能不就寝 真被剥夺了这两项权利 才会发现自己有多生不如死 都已经成了客 禁骨血里的习惯 要如何剥离啊 我不声不响 反正要走了 谁还跟讨厌的人废话 骆文景又自顾自喃喃了几句 嗓音忽然变得有些哀求 江莲 你再看朕一眼 你就没什么想对朕说的吗 我想了想 依旧没睁眼 只是朝他摆摆手 求你别再找我 我现在只是讨厌你 别让我恨你 骆文景不再出声 只是重新往下坠的刹那 我似乎听见了一声极轻的哭泣 回到现实世界后 我立马打车去医院 既然魂魄不稳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被照过去 那我必须杜绝这种情况 不但如此 我还找了好几位大师 在把求来的符传贴满了家里的每个角落 不知道是我格外重视身体健康了 还是贴的这些符确实有效果 又或者是骆文景真的听了我的话 总之 此后五年 我都没再被强行扯过去 这五年间 我还跟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发展成了恋人 后来又结了婚 我们都很爱逛书店 常常趁着周末 在那一座就是一整天 这天 我们又趁着周末去闲逛 我照常逃着新书 忽然有些奇怪地注意到 整面崭新的书墙里 不知为何加了一本破旧磨损的小册子 我抬手将小册子抽了出来 随手翻开 里面竟是一个皇帝的生平 书中写 皇帝自小不受宠 长大后兴得一起女子相助 才从一众柴狼虎豹般的兄弟中突围 成功登基 可他登基后 那其女子却不知去了哪里 但皇帝依旧封了他为皇后 又提他建了一座全天下最华丽的宫殿 他不许任何人进去 自己却常常哭坐在里面 一座就是一整夜 后来 有朝臣为了讨好皇帝 送了许多跟那女子酷似的美人 皇帝统统收下 逐渐荒废朝政 趁这机会 曾被他贬为数人的四皇子到处招兵买马 直接杀到了皇城脚下 这四皇子也曾有个青梅 只不过入宫后被皇帝折磨死了 为了替青梅报仇 四皇子用一根银针 缝上了皇帝的眼睛和嘴巴 又在皇帝怪异的呼声里 放了一把火 烧干了那座最漂亮的宫殿 自那之后 皇帝就不见了 有人说 火烧起来时 他就疯了 不顾一切地冲进去 最终成了一捧焦土 也有人说四皇子为了解气 把他关在地牢 每当想起青梅时 就进去割上一刀 我征重没看着 丈夫忽然喊我 我赶紧将册子倒扣在桌子上 但当我在回来时 桌上空空如也 仿佛刚才的一切 只是我的幻觉 丈夫见我茫然 关切地问我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抿了抿唇 又摇了摇头 没什么 今晚还是再去超市 买点柚子叶吧 完